Hello 大家好 我是Wiki 那么这次呢又是中午 我们刚刚去完中超 我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底买了多少东西 然后每次到中超我们大概要花多少钱 然后什么是法超买不到 只能在中超买到的一些 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咯 这个就是我们天天要用的小推车 只要去买餐一定要拿这种小推车 我在国内吧从来都不用 但是来了这儿发现这真的是个必备的一个神器 无论我都已经转了三个城市 但是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超买的所有的东西 它就那种超能装的那种 上次只是简单的拍了一下 但是没有跟大家好好讲 我这次也拿着小票 我们这次是截了两张票 一个是20欧 一个是27欧 就差不多是 对是47欧吧 就是50欧的差不多 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然后还买了一个奶茶 两杯奶茶 这两杯奶茶是10欧 所以喝杯奶茶 在这喝杯奶茶就要5840块钱 是不是很贵 然后我们买了豆腐 买了这个是什么 莴笋 这个莴笋是2块9毛2 这是三个莴笋 就这些菜呢 其实都是只能在中超才有的 买了把挂面 这个挂面 好像是1块3吧 我待会可以看一下 香菜 香菜差不多是0.69 然后拿了一包这个越南的粉 这越南的粉也差不多是 我看一下 有一些没出来 粉差不多也就1块多2块吧 1块多的样子 然后还买了把韭菜 今天韭菜特别新天 2块1毛6 这个差不多是1块7吧 然后买了一个就是榨菜 和一半粥和买了一把一个蒜 一道 还有这个豆腐泡 这个豆腐泡差不多是2块钱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还有一个豆皮 这个就吃火锅用 豆皮 然后这是一块牛肉 是7欧 7.4欧 这个 这个是11块9一公斤 还买了一个火锅底料 清汤的火锅底料 这是什么 还买了一包红酒酒 这个也差不多2块多吧 3块 买了一个大白菜 这种大白菜 其实也是只能在中超才买到的 而且这个大白菜 也是还比较贵的那种 因为在法国没有嘛 先放地上 我还买了一个乳酸菌饮料 这个是2块多 这个是秋葵 2块08 这个好像是2块2毛5 还是2块3之类的 就两个玉米 水果玉米 最后 这个鸡翅 买了一几楼的鸡翅 这个是多少钱 哎呦 有点沉 这个鸡翅是2块8毛4 真的是在这边就吃一些肉啊 都会很划算 还有这个重头锡 是这个排骨 这个排骨是超便宜 这个排骨我们每次都要买 就这种大排 这么一袋 是一欧一公斤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块多两块 就超好这种大排 而且质量还特别好 特别新鲜 没有一点腥味的那种 特别好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从中昌买过来的东西 就超多的这种 真的都放不下的这种 然后花了 差不多就花了50欧 50欧就是400块人民币 大家觉得贵吗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